当时特朗普 大飞旺天下 很遗憾我到今时今日 我还未加入 这个真相网络 支持川普 因为我在Google上 我没有办法找得到 原来 到今时今日 川普依然被 在這些社交網絡平台打壓 沒有辦法擴充 連加拿大都沒有辦法連接 而最新傳聞 真相網絡有兩期款項 約美金160萬 還未找給一些 就是和他們提供雲端服務的公司 而更重要的就是Google Pay Store 商店仍然未批准 真相網絡在Android上應用 Google發言人在星期二表示 由於內容審核不足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社交媒體平台 尚未獲得他們的雲端和Google Pay商店分發 延遲標示著應用程序的挫折 該應用程序在2月21日 在蘋果App Store推出Android手機 在尖美各自手機的市場 大概佔40% 如果沒有Google和Pay Google 蘋果的商店 大多數的智能手機 用戶都沒有辦法下載 這個就是現在真實的網絡 這些大家有目共睹 現在特朗普的聲音 雖然他現在真相網絡有500萬的用戶 但是實際上它是一個網站 對於很多人用起來是沒有那麼方便 包括我們這些想下載是比較困難一些 但是這個就是現在的傳媒 不單止Twitter 這個也是民主黨阻礙他們橫行的東西 事實上你看到為什麼有人可以的言論審查 為什麼FBI甚至可以警告Facebook 在亨特拜登這件事上 可以叫他們不報道 不能轉載 這個就是現在網絡平台 今天揭了出來 而最重要的是連蘋果都還沒搞定 那你就看到多麼不堪 在這裡也都明白到 為什麼到今時今日 特朗普打壓無日無日 也都沒有辦法真真正正地解決這個問題 我相信中期選舉 選了2024年後 只要特朗普真的出來選 整個網絡生態就會變 你不要以為今天你做初一 人做十五 什麼叫做報復 報復的話就是你做初一 你今天 對我一刀的套腩 我下次就拿你命 就是現在美國 就已經去到一個這樣 這麼嚴峻的狀況 這個 真是有目共睹 也都真正看得到 現在整個社會是發生什麼事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追蹤 Share訂閱 課金看廣告 可以的話 加入會員和比賽 代表安丁 需要大家的支持 其實他們打錯了算盤 在這裡可以很肯定地跟大家說 特朗普那種堅毅 那種立志我要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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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會不停去做 其實是相當可怕的 我可以肯肯定告訴你 所以你不要以為沒有後果 這個正常人 這樣的打壓 七年裏面 一定服輸 投降 甚至放棄 尤其他本身是一個生意人 他無謂這樣 跟你們在那裡硬拼 但結果他寧願硬拼 他都不放棄 這個才是真實的 除了佩服兩個字 其實我都沒有辦法 可以怎樣認同這個特朗普 他的偉大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追蹤Share訂閱 課金看廣告 可以的話 加入會員和比賽 代表安丁娜 需要大家的支持 那今晚跟你講831的故事 今天我有件很生氣的事 跟人家吵架 吵到聲音都沒有 不是 對不起 不是吵架 是吵架到他聲音都沒有 那希望啦 今晚一人收聲 和大家分享 拜拜